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部分我们叫做替代效益 一部分叫做收入效益 这是一种分割方法 这个分割方法的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找到这条红色的这条线 这条线的找法是怎么找呢 是怎么找呢 就是用刚才讲的 史路斯基的补偿的这样一种方法来找的 史路斯基补偿的方法 那么我这里要强大的是 这是一种补偿的方法 实际上这种补偿的方法还有其他的方法 我们后面还会再讲 后面还会再讲 但这种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说我这个补偿是怎么补偿呢 就是要在新的这个价格情况下 还要买得起原来的这一组商品 还要买得起原来的这种商品 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题目 简单的做一个题目 比方说 比方说 我现在呢 M等于100 P1 P2 都等于1 U呢 我们就给它写的最简单 根号AX1AX2 现在呢 我P1 变点了 变成2了 变成2了 我现在要让大家算的是什么呢 算的第一 这个十六次级的补偿应该等于多少 十六次级的补偿应该等于多少 这是第一 第二 它替代效应是多少 然后呢 收入效应是多少 还有那个价格效应是多少 你要把这三个给我全部算出来 我这里只需要给大家算X1就可以了 不需要算X2 题目很简单吧 听清楚了啊 这样一个效用函数 原来M等于100 P1 P2 又等于1 现在P1 变成2了 P2当然是不变了 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 X1等于多少 50是吧 X2等于50是吧 这个大家知道吧 这应该会算 然后呢 我现在呢 是要在新的价格情况下 还要买得去原来的商品 因此呢 我要在P1'乘上X 我这里加个信号 乘上X1信号 加上P2 乘上X2的信号 这个呢 要等于M加上βS 是吧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S应该是等于多少 50 这就是补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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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看 这个B2是 我们把这个B2要写出来 是吧 B2是什么 就等于 这个是 2 1 这里是150 对吧 比1呢 等于什么 1 1 100 然后我们知道B3呢 还是等于B2 1 100 是吧 所以是这样一个过程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算 首先算这个T的效应 首先算这个T的效应 我们知道 刚开始算出来 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呢 要变成了第二个了 第二个应该是 X1 1X2 满足的是什么呢 就是2 乘上X1 就2X1加上 X2要等于150 要等于150 然后我们这里算出来 X1 等于多少 27.5 27.5 X2呢 是吧 75 虽然这个算 大家都不用多想 应该大家都知道 2X1 就肯定等于2分之m 是吧 因为这个 我记得跟大家讲过的 如果这个是α 这个是一级α 就它正好是 总的支出是它的一半 总的支出是它的一半 所以这样 你有时候在快速的计算里面 就会非常的方便 会非常的方便 那么它的替代效应应该是多少 替代效应 替代效应是吧 我们用βXS来表示它 基带效应 那收入效应呢 2.5 那我们如果要讲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里再可以再看一下 是吧 这个的话应该是最大化 这个X1X2 然后呢2X1加上X2应该是等于100 是吧 我们就等于X10 等于25是吧 X2就等于50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X1的我们这个 这个是1的S 这个是S1的I 就等于 这个解到这个 负12.5 是吧 负12.5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 再来看这个整个的 应该是等于多少呢 这是25是吧 25 非常的容易 非常容易 有问题的 马上提出来 我们会发现 如果大家来算X2的话 如果算X2的话 它最后这个是等于0 X2的话最后等于0 价格效应等于0 但是呢 但是呢 它这两个都有的 它T的效应呢 是正的 是正的应该是25 然后呢 那个收入效应是负的25 正好两者抵消掉 说它最终的价格效应是0 因为 就是说 我由于 X1的价格上升 使得 我X2 多用了25个单位来 替代了这12.5个单位的X1 替代了这12.5个单位的X1 然后呢 由于 X1的价格上升 实际上我的收入下降了 收入下降呢 我又减少了25个单位的消费 然后呢 X1呢 减少了12.5个单位的消费 所以最后 综合下来呢 我X1呢 X2呢 正好都不变 然后我X1呢 是减少了25个单位的消费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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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清楚了没有 搞清楚了没有 然后这个过程呢 正好跟我们这里讲的是 一个相反的过程 因为它是价格上升的 对吧 价格上升 我们可以在图上 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简单的看一下 记住刚才讲了几个数字 我们说刚开始呢 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都是 价格是一样的 比方说 那这里是50 50 刚开始呢 大家都在这里进行选择 现在呢 你的 价格下降了 你的价格下降了 从这里变到这里了 是吧 价格上升了 X1的这种 生平的价格上升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你总体的选择呢 还是在这里 总体的选择还是在这里 这里变成25 可是这里呢 是有不一样的 是有不一样的 那么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就是要这样进行变化 这样进行 画的就有点难画了 好的 这个 这个是B1 这个是B2 这是B3 这条就是B2 在新的价格情况下 还买不起原来这种商品 那这条是5XH线 这条是5XH线 那这个时候 我会在哪里买呢 它会在这里买 这个37.5XH线 大概在这个位置 画得好看一点 它会在这个位置 比方说在这里 这个就是37.5XH线 是吧 然后呢 再从这条 变到这里 变到这里 那这里呢 就是75 这也就是75 是这么一个过程 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刚开始是大家都50 然后呢 变到这里 你上升了 我下降了 用25个单位 替换了这12.5个单位 然后呢 这收入下降 大家需求都下降了 所以你下降了25个单位 我下降了12.5个单位 大家都下降 这是一个 看清楚了没有 然后我们看 从替代效应的角度来看 从替代效应的角度来看 我们说替代效应 肯定是负的 肯定是负的 如果你价格上升 你的替代效应肯定是负的 肯定是负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 显示偏好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显示偏好的问题 放在这里讲 我就不再PPT拿回去了 我就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看 如果说我有这样一条线 我有这样一条线 如果说我在这个里面 我选了这一点 这一点是我选的 那么应该说这一点 X是这一点 应该是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应该是 比所有的这些Y 对任何的Y 在这个B里面 都应该要来的 不会比它差 是吧 不会比它差 然后呢 然后我们看 如果有这么一个变化 有这么一个变化 那大家想想看 在这个新的预算 约束里面 在这个新的预算约束里面 这一段还能不能选呢 这一段还能不能选呢 那我们看 在这个里面 这个X显示出来 比这些都要来的好 是不是啊 都要来的好 已经显示出来了 那么这个关系 它是不以你到底 能不能选为变化的 对不对 就是说你能选 你这个关系 也是这个样子 不能选这个关系 也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啊 就是说我们知道了 你这个X比这些Y都要来的好 都要来的好 然后我现在呢 价格变掉了 我现在价格变掉了 那么如果说 这个时候我出现 这些我选了这一点 那又会显示出来 这个又比这个好 对不对 你前面在这个里面 显示出来X比Y好 比方说Y在这里 我们就说这个Y在这里 那你在新的这个约束情况下 你又发现Y比X好 那这不是矛盾了吗 对不对啊 那么显示偏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偏好总是要稳定的 我通过一次选择 就可以把你的某一些偏好关系 可以揭示出来 无非是揭示出来 而揭示是怎么揭示出来的呢 就是通过你的一个选择揭示出来 如果我给你一个价格 我给你一个价格 你选择了这一点 你选择了这一点 那么你在新的一个价格情况下 你在新的一个价格情况下 比方说我们 比方说 比方说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举个例子 但我不知道你会选哪里 但是我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说如果在 我先画这里 比方说在这里 大家想想看 在新的这个预算约数级里面 我X能不能选 也可以选的 那X不是在新的这个预算约数级里面 也是可以选的 也是可以选的 但是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点 但是我肯定可以知道 你肯定不会选这些东西 就是原来被你选过的这些东西 你肯定不会选 那就肯定不会选 对不对 肯定不会选 因为我都已经显示出来 X比你原来这些都要来得好 都要来得好 所以你肯定不可能会再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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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都比你好的东西 我都选过来 你再变化一个价格 你就选差的东西了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X也是可以选 不说X不能选 你也是可以选的情况下 你这些比它差的那些 你就不能选 你就不能选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 再给它抽象化一点 给它抽象化一点 我们这样来写 我们这样来写 就是说 如果 如果 X跟Y 如果X跟Y 都是可以选的 在一个B里面 它都是可以选的 我现在观察到 假定我用这个表示选择 这个表示选择 选择出来的 我发现X是被选择出来了 我发现X是被选择出来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X肯定是比Y要来的好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 然后我们再来看 如果还有一个X 如果在另外一个B里面 我们在另外一个B里面 如果在另外一个B里面 我们发现Y是被选择出来了 Y被选择出来了 然后呢 X没被选择出来 没有被选择出来 那么我们肯定可以知道 X肯定是不能选择 X肯定是不能选择 这个就是一个显示偏好的功能 我们可以整理一下 我们在一个螺框里面 我发现X跟Y我都是可以选的 我现在发现你X选了 然后你就知道X不会比Y差 是吧 然后呢 我在另外一个螺框里面 你来选 我发现了Y被选中了 然后我看到你X没被你选中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了 X你肯定是选不到 对吧 不在那个B'那个螺框里面 对不对 这个逻辑是很自然的一个逻辑吧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比方说我如果有这样两点 大家想想 如果有这样两点 比方说这一点跟这一点 这个是B 这个是B' 这个是X 这是Y 大家想想 如果我在B这个预算约束空间里面 我选了X 在B'这个预算约束空间里面 我选了Y 大家想想 如果我观察到这样的选择 有没有违反这个显示偏好弱功率呢 没有违反 没有违反 对不对 因为我选X的时候 Y是不能选的 是吧 我选Y的时候 X是不能选的 所以我没法显示出了X到底比Y好还是外比X好 不知道 除非你画一条无差异曲线当然是可以判断了 是吧 我现在没有画无差异曲线 因为画无差异曲线你是画不出来的 因为这是一个私人信息 我已经假定有偏好了才能画无差异曲线 因为我都不知道你的偏好是怎么样子的 我只能 我观察到的是这些点 如果我现在看到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这个X在这里 那大家想想看 这个情况有没有违反 有没有违反 有没有违反 没有违反 对不对 没有违反 为什么呢 我在B的时候 我在B'我们可以从B'开始 X跟Y都是可以选的 X跟Y都是可以选的 对 然后呢 我选了Y 没选X 是吧 然后我现在呢 变成B了 我选了X 没发现Y没被选 那是因为Y在这个里面是不能选的 对不对 所以就没有违反 这个符合的 然后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呢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 比方说这种情况 那就违反了 那就违反了 对不对 然后出现这种情况也是违反的 这种情况也是违反的 刚才这种情况违反 大家能理解吗 有些同学知道 有些同学还是 一脸茫然 脑子转快一点 你看看 为什么它违反了 你看 我在B这个 在这个里面 X也可以选 Y也可以选 那我选了X 说明X比Y好 然后我在B' 然后我在B'这个 这个预算约数级里面 X也可以选 Y也可以选 可是你选了Y 没选X 不就违反了吗 没选X 除非X不能选 你现在X能选 你怎么选Y呢 X都比Y好啊 是不是 你就说明你不是按照偏好最大化来选了 你就不理性了 你就不理性了 所以你理性的时候 你就不能违反这样 所以这个是不行的 那同样的这个也是不行的 是吧 如果X在这里也是不行 X在这里也是不行 是不是 我在B的时候 X跟Y都可以选 我选了X 在B'的时候 X跟Y都可以选 我选了Y 那一会儿X比Y好 一会儿Y比X好 你这个就仿佛无常了 是吧 不是一个稳定的偏好在那边 这个就是显示偏好 基本的原理 那么有了这个基本的原理 我们来看刚才 为什么这个替代一定是负的呢 替代一定是负的呢 我们跟大家讲过 我们跟大家讲过 这个 斯路茨级的补偿是怎么补偿的 我如果说原来在这里进行选择 比方说X 我原来在这里进行选择 那我现在价格变掉了 比方说是价格下降 比方说是价格下降 当然也可以价格上升 一样的 比方说是价格下降 那么下降 我怎么下降呢 我要使得你这个 在新的价格情况下 还买得起原来的这组商品 那么我们看这个是B 那大家想想看 这个变成B' 在这个预算约束的空间里面 我选的这个Y 必须是在这里进行选 对不对 不可能在里面选 如果在里面选的话 肯定违反了刚才的这个显示偏好功力 对不对 显示偏好功力 在外面选是因为我原来呢 我没法选Y 是因为X 这个我原来这个选了X 是因为我选不到Y 选不到Y 是这样一个概念 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它如果在外面的话 那么大家想看 价格下降 这个X1肯定是上升了 对不对 从这里变到这里 肯定是上升的 所以这个替代效应 肯定是一个负的 如果价格下降 它肯定需求上升 然后反过来 如果它的价格是上升的 我们也可以 也可以 价格如果是上升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这个Y应该在哪里 肯定在这里 就这部分是不能选的 对不对 这部分肯定不能选 所以它重要点就在这里 它一定要在新的这个价格情况下 还买得起X这一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使得在新的这个价格 那个预算约束情况 X也在里面 Y也在里面 但Y只能在这一段 而不能在这一段 在上面这一段的话 你会发现 价格上升了 X1肯定要下降 所以价格效应肯定是负的 就替代效应肯定是负的 替代效应肯定是负的 那因为如果在里面可以选的话 就替代效应就可以是正的了 是吧 但是很显然是不能在里面选 不能在里面选 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说 这个选择的时候啊 就是人的这个偏好 你在任何情况下 是不能改变的 你一旦这个偏好 确定了之后 就是说 也不能说确定了之后 就是说 你人在进行一个分析 一个行为的时候 你的前提就是 要有一个稳定的偏好在那边 要有一个稳定的偏好在那边 那么 这个稳定的偏好 至于能不能被外面的人说 能观察到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呢 我可以通过 你的每一次选择行为 来揭示你的部分的偏好 我一个螺框放在那边 但我螺框总是有限的 我不能把全体下 所有的东西放在那边 让你选一遍 对不对 但是我至少在这个 有限的螺框里面 我看到你挑了这些东西 那么我就知道 你挑了A 我就知道你BCD 都不如你挑的这个A 你这几个样物评之间 你的这个偏好关系 我就大致有个数了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显示 来显示出来 如果你不断地挑 不断地挑 你这个偏好关系就永远 会慢慢地会越来越细致 越来越细致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就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就是一个显示的过程 所以显示偏好原理 实际上就讲述了这样一个逻辑 就是经济学的一个实证主义的逻辑 就是说你这个偏好本身是不可观察 是我们建立在一些公理性的假定基础上构建起来 但是这个构建的 我是可以通过你的行为来显示出来 那显示出来 那么好 如果说我们知道了 由于这个显示偏好的这个空理 我们知道替代效应肯定是负的 那么收入效应呢 有可能是正 有可能是负 对不对 有可能是正 有可能是负 那么就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情况 如果说收入效应是负的 那么有可能使得这个收入效应 比你的替代效应还要来得大 盖过了你的替代效应 那么就会出现积分平的情况 就会出现积分平的情况 我们可以把这个积分平的情况给大家看一下 那总体上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需求应该是向下倾斜的 需求曲线是应该向下倾斜的 价格上升 就会用更多的商品来替代你 对不对 我们先把这个讲 就是说你价格上升了 会用另外一种商品替代你这种商品的消费 你替代效应是负的 然后呢 价格上升了 你收入是下降的 对不对 这时候呢 收入下降 如果是正常的商品的话 收入下降了之后呢 你的需求还会进一步的下降 所以这两部分叠加起来呢 整个价格效应就是一个负的 所以我们在微观经济学里面初级的时候 大家画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总体上是合理的 总体上是合理的 但是呢 也会出现我们前面跟大家讲的另外一些情况 另外一些情况 比方说 我们讲的 如果是一些劣等品 劣等品的话呢 你价格是 比方说一个价格上升了 你的需求是 你的那个替代效应是负的 也就是需求会下降 可是呢 由于你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 使得你的收入是下降的 那么收入下降了之后呢 如果一种商品是劣等品 我们知道收入下降 你的需求会增加的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增加的幅度比较小 不足以把前面的那个价格效应给替代掉 那么这样的话呢 总体上你显示出来还是一个价格效应是负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的收入效应是很大很大的 你的收入效应是很大很大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把收入效应 你把前面的替代效应全部涵盖掉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价格上升了之后 你的需求反而是上升了 就会出现了积分品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要讲的一个故事 我们看这两种商品 那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替代效应 所以价格下降了 替代效应肯定是真的 价格下降了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看收入效应 你看收入效应呢 从这条粉红色的这条线到白色的这条线是收入增加了 可是收入增加 你的收入是增加的 所以收入效应是负的呢 会导致你需求会降低 是不是啊 所以会从这里变到这里 变到这里 那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最后的 最后显示出来的呢 还是你的价格效应 总体的价格效应还是是负的 还是负的 价格下降了之后呢 你的收入 你的需求还是增加的 还是增加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 这种情况下 它已经是一种劣等品了 是吧 是一种劣等品 变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样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再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粉红色的这条线 和白色这条线 价格没有变化 只是一个收入效应 所以我们说 替代效应还是正的 替代效应 因为这个 在这里是价格下降 所以替代效应导致 不能说替代效应是这样 替代效应是负的 因为价格是下降 所以导致 替代效应导致的 这个需求是上升的 上升了之后呢 由于它是一种劣等品 而且呢 这个收入效应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大的 使得它从这一点呢 就跑到这一点去 跑到这一点去 那么由于收入的 这个上升 使得它的需求是下降的 下降了这么多 下降了 从X'到X' 那么我们再看 综合起来 我们会发现 它这个是一个 价格上升了 价格下降了 它的需求呢 还是下降的 还是下降的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 积分瓶的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价格跟需求是 同方向的在变动 同方向的变动 这是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把这两种效应 给它集合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写出一个 史路次级的方程 史路次级的方程 史路次级方程是怎么样子的呢 就是回过头来我们看 实际上可以把这里 给它稍微变化一下 稍微变化一下 就是M加上DeltaS之后的 实际上这里的M 就是要买在原来这组商品的 这个M 所以这个是一个替代效应 这个是一个替代效应 然后在这里是一个 那个收入效应 这个是收入效应 收入效应 所以总体的价格效应呢 如果是价格上升 大家想想看 这个收入本身是下降的 所以这里就加了一个负的 是吧 加了一个负的 但这条公司本身是 就是说如果要推到这条公司 需要在高等的那个 高级的微观进去里面 我们再会去设计 当这里只要大家 记住这样一个情况就可以了 你只懂得去分解 懂得去分解 懂得去分解 这个是总的价格效应 这个是替代效应 这个是收入效应 所以大家看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肯定是负的 这个肯定是负的 这个肯定是负的 大家想看 如果说这个是正的 那这个如果是正的话 那么很显然 一个负的减掉一个正的 肯定还是负的 是吧 还是负的 所以呢 就是正产品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负的 这个是正的 所以总的价格效应 肯定是一个负的 这是正产品 但是如果说 你出现了一种积分品 这个肯定是负的 如果这个是正的话 大家想想看 如果说这个是正的话 那么这个呢 如果这个是正的话 这个是负的 肯定要减掉一个负的 而且这个负的 比这个负的还要来得大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一种商品 它是积分品 也就是说积分品 我们已经看到它是正的 那么它的前提就是 这个肯定是负的 而且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负的 对不对 所以一种积分品 肯定是劣等品 一种积分品肯定 它的前提就是劣等品 对不对 如果这个不是负的话 它不可能是一个积分品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的劣等品 它都是积分品 也就是说 这个如果是负的话 而这个如果是负的话 并不能保证 它一定是负的 对不对 而是正的 因为一个负的 再减掉另外一个负的 那可能 有可能是正的 有可能是负的 对不对 不知道 看哪个大 哪个小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说 劣等品 并不一定是积分品 但是积分品肯定是劣等品 所以呢 劣等品有很多 积分品只是 劣等品里面的一部分 一部分 这是这样一个包含的关系 这是这样的一个包含关系 这个搞清楚了没有 这个搞清楚了没有 如果搞清楚了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 如果说有一个幼 它是完全替代的 如果有一个幼 是完全替代的 那它的收入效应 替代效应 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想想看 如果说有一个 幼的效用 或者偏好 是完全替代的 对不对 完全替代的 我们还可以再想一个 如果说有一个幼 就是 是完全互补的 那么它的替代效应 是怎么样子 收入效应 是怎么样子 这两个客户 想一下 我们先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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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诺